一个月前,我用土缸养了一只小仓鼠 本以为它会老老实实的在里面生活 三天后,它开始在里面挖地洞了 七天后,发现它开始在地洞里残宰了 才刚出生的小家伙,就想着探索周围环境了 二十天后,小家伙们已经开始在地洞里到处乱窜了 二十七天后,它们徘徊在洞口 想要爬出洞口,看看外面的世界 可是它们胆子太小 最终还是没能踏出洞口一步 三十五天后,有几个小家伙,终于踏出了洞口 这可能是它们属生 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一切都是如此的新奇 于是它们打算好好探索一下这个奇妙的世界 这是它有史以来第一次踏上土缸生活平台的楼梯 第一次用生活平台的水壶喝水 第一次用生活平台的厕所 上完厕所,打算回地洞睡大觉 在经过石盆的时候,还不忘叼了两块好吃的鸡胸又动感 我想说的是,它可真能挑 它走后,又一只小仓鼠上了生活平台 和上一只不同的是,它并没有喝水 而是直接上厕所 上完厕所后,在经过石盆的时候 也不忘挑一些自己喜欢的食物 先是挑了一块玉米片,然后又拿了一块青豆片 本想立马回动,慢慢享用 可回头一想,拿这么点,万一不够吃怎么办 于是它又爬上石盆麦粒的装了起来 直到夹囊装的满满当当,才吸满一族的回动了 接着又上了两只小仓鼠 他们二话不说,直奔生活平台 一个开怀畅眼,另一个则欢快的玩起了跑轮 玩事后都不忘去厕所里,释放一下 两个小家伙,如测过程中还要打闹一反 其中一个上完厕所后,再回动路上,经过石盆 回头看了看石盆,发现里面有很多好吃的 二话不说,上来就开始猛装 直到把夹囊装满,才肯离去 就这样,更多的小仓鼠上来了 直到天亮,土刚才重新恢复平静 咱们去看看地洞入口 已经用泥土,锋利严严实实 第二天夜里,我在草地上,撒了胡萝卑 等他们出来吃,等了一会儿 发现洞口的泥土有动静 紧接着,鼠妈的一个钻了出来 抱着地上的胡萝卑调啃了起来 随后,他向孩子们示意 外面很安全,都出来吧 接着,地洞里的小仓鼠 接二连三的爬了出来 地上的胡萝卑被他们一扫耳空 随后更多的小仓鼠上来了 他们直奔二楼生活平台 喝水的喝水 上厕所的,上厕所 吃东西的,吃东西 里面一幅烟闹非凡的景象 直到快天亮的时候 他们才逐渐消停下来 这时洞口也被泥土给塞上了 我以为他们应该都回窝睡觉了 没想到的是,在快要天亮的时候 地洞口的风土又被挖开了 鼠妈直冲二楼生活平台 看样子是碎了一半 口渴了,喝饱水又想吃点东西 发现石盆里的食物 已经被鼠仔们扫空了 无奈,只能继续回窝睡大觉了 这次走得着急,没封地洞口 结果好几个调皮的鼠仔趁妈妈睡觉 跑上来玩 就在这时,有一个鼠仔 突然跑回了洞中 回洞后,立马用泥土封住洞口 边上的小仓鼠发现此情形后 立马着急起来 想要重新挖开地洞 可是地洞被封得太严重了 于是两只小仓鼠和利轮分开挖 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终于将洞口挖开 洞口挖开后 他们迅速钻回了地洞 这时地洞里钻出了一个小脑袋 四处看了看 我眼没有发现 生活平台上的同伴 以为同伴都已经挥舞了 于是钻回地洞 又缝住了洞口 当生活平台上的小仓鼠 玩饱想回家时 才发现 洞口又被封起来了 于是又开始疯狂挖动了 估计有了这次教训 他再也不敢探玩了 第三天晚上 我在土缸平台上 放了小半截胡萝卑 等他们出来 没过多久 大仓鼠就带着孩子上来 直接上了二楼生活平台 很快就发现了 我放这胡萝卑 于是叼起胡萝卑 就往地洞里搬 可是这半截胡萝卑 对于仓俗而言 却是又大又重 在经过楼梯口的时候 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苏妈搬得非常辛苦 就在这时 他突然想到了个好办法 我换个方向推 不是更省力吗 于是他立马掉转方向 该用推的 这样果然很轻松的 就把胡萝卑运下来了 可是当他把胡萝卑 搬到地洞口后 又发现了个更大的难题 这地洞口比楼梯口更窄 苏妈使出了吃奶的劲 也没能把胡萝卑推进去 这时他呼喊地洞里的孩子 帮忙从里面拽 然后就是里外共同努力 拽胡萝卑 苏妈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终于把胡萝卑 搬进了洞中 苏妈把胡萝卑搬进地洞后 估计是泪坦了 后面全程都是小场所 在搬运两次 几个小家伙 合力几个回合就把石盆的粮食搬空了 后面也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 苏妈又带领着小鼠咱们上来 在生活平台上又吃又喝的 好生夜了 苏妈吃饱喝足后又回洞睡大觉了 剩下三个小家伙 还在平台上吃喝玩乐 当其中一个小家伙 吃饱喝足打算回地洞时 才发现地洞口又被缝住了 无奈只能挖动了 为了好大的劲 他们才终于回到地洞里 看着他们逐渐长大 现在也是时候分龙了 以免出现尽其繁殖的情况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这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来得太突然了 老老实实束手就勤 一共抓出了两只鼠弟弟 其他鼠仔剑齿情形躲在洞口 吓得不敢出门了 行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大家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今天为粉丝特别定制了一套 这个土缸的生活平台 它的要求是高度不能超过35 但是里面需要集成厕所 跑轮和躲避 然后还有个盖子 这个盖子呢 上面用了一个非常厚实的 304不锈缸的大荷叶 非常结实 这盖子是一体的 一体成型 用那个雕刻机掀出来的 手工掀出来的 非常耗时间 然后看看内部 这个造型是我第一次做 第一次 做这个造型的 因为它这个高度不能超过35公分 所以就没法做二层了 这边只做了一个 这个应该叫做小半层 然后上面做了一个小躲避 小房子啊 这个躲避也是为这个生活平台特别设计的 开口开到这边 然后这个尺寸也是比较小的 它这个钢的尺寸呢 那是40x40的方钢啊 然后上面呢 高度是40 40长 40宽 35高 高度比较矮 里面放了一个跑轮躲避 还有一个厕所 就这么一个小巧精致的土缸 加生活平台一套啊 是一个新疆的 新疆的朋友啊 今天做好了 明天就给它刮出去 好 行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宠物真吧 看一下最近又给粉丝做了很多的定制啊 这回呢 全部升级为新西兰松木了 看看是不是干净多了 还有这边一套带底座啊 底座用的是欧松本 1.8毫米 做得非常结实 这边是一个80的 这边是个60的 这次全部升级这个新西兰松木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进了一批这个欧松本 发现这个颜色太粗广了 就怕别人接受不了啊 看看我之前进来的 进货的欧松本是这个颜色的 那个颜色太粗广了 所以我怕粉丝受不了 所以呢就直接给他们全部升级成这种新西兰松木了 当然是还保持着原来的价格 当然这个材料成本是翻翻了 然后有一个粉丝啊 他定制了一套80的 给他也免费升级成这种了 但是他不喜欢 他还是喜欢欧松版 我又重新给他做一套欧松版的这个 就这样 这个是没上漆的啊 没上漆的看上去颜色白一些 然后这边上漆的是 看上去颜色稍微深一点啊 上漆的话防水效果好一点吧 这个水会在它的表面 而不渗透进去啊 我们做个实验啊 看我拿一点水 你看 它这个就在这个表面不会渗进去啊 这个就是上了漆的好处 而这种的话 你看 放了水的话 直接就渗到木头里了 所以说石木的话 要需要稍微打理一下 打理的那就是要上点漆 上点漆就不渗水 您看这个刚刚的水渍啊 它这个水不会吸到木头里啊 这边呢 这个水就吸进去了啊 然后这个石木板子看上去比较干净 如果水吸进去呢 时间久了就看上去很脏啊 行吧 这批呢 大部分今天下午就要给他们发货了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快点联系我啊 打包完毕啊 准备发货 行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下期再见 拜拜 来看一下 今天是第四天的早上了 他们的妈妈在给宝宝们喂奶 看 这个姿势是非常累的 它没有完全爬下去 四只鸟是 有点撑在那里的 为了让它的宝宝们都能喝到奶 趴在这里 每一个妈妈都是非常伟大的 鼠妈妈已经喂完奶了 现在在帮宝宝清理身体 宝宝身上拉了尿啊拉了屎啊 它妈妈帮它舔掉一个一个的舔 很称职的母亲 动物群是挺可怜的 它们又没有手没有其他的工具 只能靠自己看一看 第四天它的宝宝有没有长大一点 里面有点黑啊 大家将就看一下 应该有长大一点吧 还有几只贪吃的宝宝 还想继续吃 眼睛还没睁开 它妈妈喂完奶了 然后想要出门溜弯了 出门溜弯前呢 把自己的窝先给它堵得严严实实的 分上把自己的宝宝隐藏起来 然后它才能放心的出门 每天都是这么操作 我们今天打算出门玩了 老鼠一个人在家 它应该不会跑吧 今天我们一家人来农场玩 听说这个农场里面有很多的小动物 我们来看一看 在宝宝里见识一下小动物 这边是一个骑马场 我们看一下 这个马是不是很可爱啊 什么带着你知道吗 去吧 雪地松鼠很漂亮 来我们喂孔雀吃个白菜 这是我们家仓鼠经常吃的白菜 吃吧别怕 好吃吧 好吃 再来 再进去点吧 别怕 再进去 发现这边有着骆驼 这个太大了 来看爸爸喂 这小嘴巴 它就是很馋 两岁的骆驼 骆驼有点吓人 摸一下行吗 给你吃的还吓我叫啊 吓死我了 叫的意思是说 再给我来一点吧 对对对 这个骆驼才两岁 是个小孩子 非常贪玩 哇 老天来决定带来的 这个骆驼实在是太贪吃了 看到我老婆手上有吃的就追着它 摸一下 摸一下啊 哎呀算了别摸了太吓人了 我刚刚都被吓到了 这边发现了狐狸 看这狐狸雪白雪白的 很漂亮 看看鸵鸟 我看网上还有人吃鸵鸟了 这么大一坨肉 它们吃的完了 而且我觉得它们这么可爱啊 摸一下算了还不敢摸 野生动物太凶了 这边是开心鱼堂 门口有两只大鹅守护啊 看看这个鹅好凶啊 哎呦你干嘛呀 咬我一口 还有裤子 给它啄了一些 我们在外面逛了一天回来了 这个是刚从快递内拿来的水壶 给它们喝水用 看一下 这个狼鼠妈妈要在喂奶 看我们的鼠妈妈要出去溜弯了 我们趁心再看看它的宝宝 今天是第四天 我发现这宝宝也感觉长大了好多 看它背上已经有一点黑黑的 可能是快要长毛了 要不然我给它翻一点看一拿 镊子给它夹一点看 看看有没有夭折的宝宝 数数是不是二只 对就翻开数一下 都好好的 我刚才还看到一个宝宝在打磕水 感觉快开眼了 我估计明天明后天应该就能开眼 明天怎么快吧 15天了 15天都很大了 看这明后天就能开眼了 嗯 他想把这个玻璃给关起来 你看 给他不知道怎么推 好吧行吧行吧 别让他妈妈紧张 关好 看我们的这个花枝鼠妈妈 把这个塑料纸拖进去干啥呀 非要把这个塑料纸拖进去 他可能是想把这个塑料纸拖进去 拖在窝上 我把桌子拍照 他就想抢我手上穿进去 真乖 对就是这样 看 你看抢进去干啥呀 整个垃圾堆伤一下 嗯 跟垃圾堆伤 然后去抢我屋里边 哎呀 又是关锁 啊又抢我指 哎呀我的指才刚擦呢 来吃个肉 小花 他以后就叫小花了 我们给他取的名字就叫小花 还有另一只公鼠呢就叫小灰 还有一只母鼠呢叫星龙 你哥哥叫他加罗 哦对叫加罗也行 反正星龙加罗都给他了 靠刚才我们听到一阵声音啊 发现我们的猫跑到金子熊这里了 看来家里有老鼠还真不能养猫啊 他可能是从这跳上来的 这里 刚好能跳进去 小猫长大了以后看样子是对老鼠特别的感兴趣 看我们的阳台那没关紧 剩一个缝 他刚好进来了 他也太牛鼻了 上天了 真的是 我听到应该是金子熊的叫 看看 把他们给吓的 吓到了 两只都还好 把他们给吓掉的可能 这猫真是太牛逼了 他妈呢 他妈我看一下 嗯 这不会是猫偷偷的吧 这个猫 哼 不知道 他妈看见没有 他妈在下面 嗯 他妈在最下面 吓死你了 对 他们俩吓到了刚才 滚回去吧 我怎么能让他听着猫也笑着 听着是老鼠的惨叫 还好没被抓走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家的新螺也要损宝宝了 所以呢 我又买了一个宝铁了 现在在准备把新螺也抓进来 这个呢 我们就省事点直接放这个木屑 好啊 我们现在把那个新螺也抓走 新螺也要当妈妈了 新螺也出来 我估计这个洞钻不出来呢 他现在大肚子 脑又来凑了个脑 他也能钻得出来啊 干嘛 小猫要走 他从前面跳下来嘞 我看见了 过来吧 哎呦 又咬我 还好戴了手套 还好没咬破 那他要不搞个大可思 你老婆都被带走了 变成光棍了 一宝铁变成光棍了 他也挺着急的哦 好了 新螺到家了 进去吧 你老婆 行了 就在这里安心养胎吧 等待着他伸他的宝宝 看他这个样子 我估计今晚或者明天就应该要伸了 对吧 看一下他的这个新环境里面 让他慢慢适应一下 还挺干净的 到时候我们打算把下面也跟上面一样的去弄一下哦 我们到时候也买点这个木屑 木屑这个是最后一点用完了 这么看上去还挺好看的 看看双层别墅 看一下今天是第五天了 他是背上的毛是越来越 越明显了 应该很快就长毛了 颜色是越来越深了 跟那个花小猪一样 跟那个什么小香猪的背一样啊 对 黑黑的又长大了一圈 对长大了一圈了 一天一个样 严严实实的都看不太清楚 我们现在丰目点尖啊 一点都看不太清楚 对应该让他 Appeиг调双 暗门的粑子 这是一条无关的 好啦 感谢观看